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老子道德经》精选第八部分 复盘分析 如何从过去吸取力量,更好地应对现在与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一部分在《老子初简》中出现了两次 分别在甲本的中间和丙本的结尾 意思大致相同 主要区别在于在甲本中是教不教,丙本中是学不学 除简丙本和博书通行本相同 除简甲本 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祸 教不教,服众之所过 事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服能为 意思就是说,圣人追求别人不想要的 不稀罕难以得到的货物 行不言之教,扶盘众人的过失 所以圣人辅足万物按其本然的方式发展 而不强能所为 除简丙本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祸 学不学,服众所过 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而服能为 意思就是说,圣人追求别人所不追求的 不看重稀有之物 学习别人所不学习的 扶盘众人的过往 所以辅足万物自然 不敢强行万为 教不教 在这里有两层含义 一种意思是不教等于不言之教 教不教就是行不言之教 言传不如生教 另一种意思是教别人不愿意教的 学不学在这里也有两层含义 一种意思是把不学作为学习的目标 为学日益是学习 为道日损是修行 是不学 学不学就是学习为道日损 另一种意思是学习别人所不愿意学习的 欲不欲在这里也有两层含义 一种意思是不欲为欲 以没有欲望作为自己的欲望 不看重难得的财物 另一种意思是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欲不欲 教不教 学不学 每一句话都有至少两层意思 让人想起 唯无唯 事无事 唯无味的句子 遥相呼应 醒人耳目 寒意深远 为什么这段话在老子初简中出现两次 甲本是教不教 柄本是学不学 我觉得不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有深刻的寒意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 生教 众意言传 要行不言之教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 在唯学日益的同时 要学习唯道日损 福众之所过 过在这里有两层含义 一种意思是指过时 过错 另一种意思是经过 过去 过往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生万物 生命都会回到自己的来处 傅盘分析类似于反思的概念 重 既包括他人 也包括自己 每一次进步 来自于从自己和他人过去的经验中 获得成长 从历史和书本中学习 从自己和他人走过的路中 吸收精华 修正错误 一次又一次的打脸 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反思 一次又一次的复盘分析 带来一次又一次认知的提高 认识到生命的抑郁 在于辅助万物自然 而不敢强行 万为 思维 复盘 也可以从别人的故事中得到启发 前面说 欲不欲 是指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有一个荒岛卖鞋的故事 曾经有个厂家 要把自己的产品 卖给太平洋上 一个荒岛的土著居民 一个销售人员去后 感到很失望 因为他发现岛上的土著居民 根本不穿鞋 觉得那里不需要鞋 就下结论说 这里不是卖鞋的市场 另一个销售人员去后 很高兴地汇报说 这里的居民 没有一个人有鞋 这里是巨大的潜在市场 他发现 因为小岛上的土著居民不穿鞋 但他们的脚有许多伤病 穿鞋可以避免这些伤病 另外 他发现 荒岛上生产香蕉 可以卖给欧美超级市场 他由此发现和创造出了巨大的商机 所以成功 很多时候就是转变观念 提高认知 成功的人 只是做了别人不愿意做 或认为毫无希望的事 什么是竞争力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就是竞争力 什么是核心竞争力 把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做得很好 做得卓越 达到竞争对手 无法追赶的高度 就成为核心竞争力 复盘分析还可以从自己的过去中 学习和成长 对正面事件 复盘反思 给自己积极的肯定 增强自信 抓住让自己快乐幸福的事 想办法尽可能多的 重复它 记住它 放到它 将这种良性正反馈 带到今后的生活中去 而对负面事件的复盘反思 难免会有懊恼 难过情绪出现 在这个时候 要做一个友善的陪伴者 接纳自己的各种感受 包括懊恼 伤心 难过 试着有意识地 观察直视这份感受 不去评判 学会正向解读痛苦 带给我们的资源和财富 痛苦和疾病 衰老 失去一样 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分清楚哪些是你可以改变的 哪些是你不能改变的 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物 放弃那些已经发生 无法改变的东西 搞清楚哪些是 必须放弃的沉默成本 勇敢地改变 自己可以改变的 以自我关怀的方式 去寻找改善和解决的办法 而不是层面于过去痛苦的往事中来否定自己 不能自拔 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中说 一个人幸福与否 人际关系的好坏 占了很大的比重 有良好关系的人往往更幸福 其实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 最重要的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 你平时有关注过自己的感受和状态吗 你是否对自己抱有善意 那些自我苛责的 尤其是那些厌恶自己 却能够关怀别人的人 多半是那些在儿童时 未曾得到过稳定的爱的人 比如当考到了一个好分数后 就会被父母夸赞 我的孩子果然聪明 而在犯错后又被贬得一无是处 你怎么能这么糟糕 在这样的环境中 孩子会觉得无所适从 也缺乏自我关怀 如何做好自我关怀 傅盘分析就要像照顾孩子一样 照顾自己 像对待他人一样对待自己 最简单的方法是 想象如果是你的朋友或孩子 在受到打击时来找你 想要寻求安慰 你会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比如你最好的朋友 在失恋后来跟你哭诉自己的痛苦 你可能会说 不能以是否结婚来定义 恋爱是否成功 而是应该以自己 是否对自己有进一步的了解 是否提高了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能力来判断 未来还会遇到更好的人 什么是自我关怀 知道怎么关怀别人 也知道如何关怀自己 懂得如何理解别人 也懂得如何理解自己 接纳他人的不完美 也容得下自己的失误 在复盘分析中 一个真正有温暖的人 不仅仅能够共情他人的痛苦 更是能接纳自己的痛苦 还有能力在这个过程中 用足够的爱与善意 从精神上 情感上 身体上来照料自己 在复盘分析中 回顾自己的失败 或者犯错的时候 不要一味的苛责 而要自我关怀 宽容自己 接纳自己 理解自己的过失和苦难 并坦然接受 人无完人这一事实 人们关怀自己 是因为每一个人 都值得被关爱和理解 愿你的温暖 也有留给自己的那一份 圣人欲不欲 不贵难得之祸 学不学 服众之所过 老子哲学 超越宗教 国家 民主 是流淌在 离我血脉中的传承 学习老子哲学 有助于正面地 看待世间一切 有助于抵抗抑郁 和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 可以示范内在的力量 唤醒最好的自己 建立强大的内心 感恩今天的相遇 愿你我都成为温暖 而有力量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视频再见 下次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